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brink brink表示什么呢 叫做边缘 悬崖峭壁的边缘 叫brink 这个词就可以跟谁放到一块 就跟brink放到一块这几 它跟它也是同源的 断崖悬崖峭壁的边缘 注意比如说给大家画个图 你看看 比如说下面这是一个悬崖 你看看 咱们说我走到悬崖边上 这个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就是edge 再走掉下来了 但如果这个边 看到了 这边这个断崖 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叫brink 因为这个为什么来自于 这个断崖 就会说这个悬崖边缘 和这个打破断断裂有什么关系 原来这是一条路 但是经过地壳运动之后 这个地方断下去了 变成了一个悬崖 所以它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断下去这部分 所以跟brink放到一块 就记得叫做悬崖的边缘 brink 那么这里边我主要给大家 补充一些什么样的词呢 主要补充一些这个 跟边缘有关的词 边缘有关的词 咱们在以前学过哪个词 叫做edge 对不对 还有什么样的词呢 看还有其他的词吗 好 作为一些补充 第一个叫做fringe 考试当中大家注意一下 要这样几个 第一个叫fringe 第二个叫做rime 第三个叫做verg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fringe fringe 第二个词叫rime rime 第三个叫做verge 第一个单词叫做fringe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fringe这个单词呢 也叫做边缘 但这个词呢 注意 考试当中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词 你就记住他跟谁去找呢 如果要出现词或题都要注意 它是跟它是相反 翻译词 一个是center叫中心 fringe叫边缘 它现在就是距离中心最远的 这个边缘 咱们说比如说一个不规则图形 是在哪 一个是在中心 一个是在最边上 这个边就用这个词叫fringe 你在哪呢 我没看见你 咱们在看升旗的时候 我在边上站着呢 我在中间站着呢 这就是一个中心一个边缘 这俩是对应的 你记住这样一个考点就可以了 还是那句话 背单词你要记住它的考点 否则还是白背 这个fringe还可以表什么意思呢 还可以表示叫做刘海 咱们在座的同学 你看你出国的时候 你头发的时候 这个头发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叫刘海 叫做fringe 那么这个词怎么去记它 你会发现这边只有一个单音节词汇 如果咱们单独去同源词去解答的话 你看 这是B和F发生同结 第一个 然后是科和哥 但这个确实 你要通过同源词去记不太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bring和fringe 变化发音变化太大 不太好记 不太好想 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它去记 通过一个行进词 把它写在旁边 你看这两个写在旁边 你看一个是fringe 一个是infringe 虽然这两个都没学过 但你放到一块 对照会有个参照 你看一个是边缘 一个是怎么样 边缘前面加一个向里 进入这个边缘了 进到这个边界里面去了的感觉 那么它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违反 违反逾越违反的意思 违反或者叫做侵犯都行 违反侵犯的意思 这个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搭配这词 就等于break 其实是一样的 等于break是一样的 你看break咋写的 break也是来自他 就是跟他同样 可歌 bf 这都第一天讲的 福音都同讲 infringe on something 就等于不是叫违反 或者叫侵犯的意思 所以你看一个是边缘 一个是进入边缘 走过这个界线 咱们小的时候回去回去 桌上经常女同学会画一条三八线 男同学只要一旦走过这个界线 走过这个界线 违反侵犯我的地盘了 违反侵犯的意思 放到一块 fringe infringe 边缘侵犯 边缘走进边缘 好下一个叫做ring ring这个词呢 也叫做边缘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大家注意 它一般多表示圆形物体的边缘 它一般多强调的是 圆形物体的边缘 所以它的词源是来自于 是来自于戒指这个词 ring 这第一个技法 m和n吗 这俩同源的 同字母替换了 是圆形物体的边缘 比如说我这东西不想吃 你放哪 你放在盘子边上吧 你家盘子是圆形的话 放在一个边上 这个叫做ring 圆形物体的边缘 叫ring 那么这个ring不是特别好记 你看看 第一个技法 你可以通过ring去记 通过词边去记 第二个呢 有这样的一组行进词 brim 还有下面叫什么呢 叫做trim 还有叫做grim 它就把这四个词 可以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ring brim trim grim 把它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rim rim叫做什么呢 叫做边缘 第二个brim brim这个词呢 还是表示边缘 brim可以表示什么边缘 可以表示帽檐 带那个帽子 帽子边 帽檐 边缘 这个brim 其实跟brim是同源的 你看看 它俩 一个是谁 n 一个是谁 一个是m 对不对 一个是n 一个是m 一个是m 一个是n 所以这个 他把那个k 那个k辅音造词的时候 有没有它都无所谓 第一个是brim 那是brim 你可以跟它放到一块去记 或者直接就跟brim 放到一块去记 也可 这前面就加了个b 前面加了个b b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不的意思 不变 这样想一想 rm是边缘 前面加b 不变 还是不变 还是边缘 不变还是边缘 你会发现这几个词 都有brim 下一个词呢 叫做trim trim这个词呢 下面这个词 是形容词和动词 两个词形 trim是两个词形 trim 形容词和动词 trim这个词呢 形容词表什么呢 叫做整洁的 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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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动词来讲 表什么呢 叫做修剪 修剪的意思 比如说trim a hair 对不对 就剪头发 或者trim the tree 这个词呢 拿下来就竖这个词 所以把竖写在它的旁边 把竖这个词写在旁边 记住修剪数目 修剪数目 放到trim tree trim tree 读一读 一定要修剪去读 你才能赶上前面就是有个数 修剪数目 修剪完了之后呢 必然就是整齐嘛 就这样的道理 最后一个词叫做grim grim这个词叫什么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叫做恐怖的 阴森的 形容人表示严厉的 第一个它可以形容建筑物 表示阴森恐怖的 你来到一个鬼城 来到一个城堡 你会觉得很阴森恐怖的感觉 第二个形容人就表示很严厉 grim这个词 grim这单词呢 它是来自谁呢 为什么叫阴森恐怖 它是来自于灰色这个词 就grey这个词 是前面来自它 grey grey 是来自它 灰秃秃的没有眼 你看为什么咱们说那个城堡 一般咱们说 都是那种没有血色 黑色的 要么就是灰色的 你可能会看过那个西洋洋里边 那城堡也是一样 没有说色彩鲜艳 五颜六色的城堡 那是儿童世界 你这个前面通过一个联想也行 把它想成鬼 鬼在前边真恐怖 你看你看 把它放到一块 有这样一个口诀 你可以听一听 rm 戒指开头世界是边缘 前面加地是不变 是不变 不变还是边缘 前面 竖在前面是修剪 看看前面加竖是修剪 前面加鬼是恐怖 恐怖 grim trim 这一组千万别结婚 就是通过手字母去区别 rm是边缘 前面加地是不变 鬼在前边 鬼在前边真恐怖 竖在前边是修剪 竖在前边就是修剪的意思 修剪整齐 所以又有这样一个边缘 好 最后一个词叫做verge verge verge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叫做边缘的意思 也表示边缘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呢 就通过edge 跟他俩分到一块 因为他俩同意的 verge可以表示路缘 边上 马路牙子 咱们说倒牙子 是吧 叫做路缘路边 叫做verge 但verge这个词呢 有一个不替换的意思 哪个意思不跟上面替换呢 有这样一个词组 需要你写的旁边 叫做on the verge of 叫做濒临什么什么的边缘 这个词组需要你背一背 叫濒临 比如说你说濒临灭绝 on the verge of 灭绝怎么说 叫extinction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重新写一下 extinction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叫濒临什么什么边缘 第一个它表示路缘 马路边 边缘 第二个呢就表示什么 叫濒临什么什么边缘 那么这几个边缘就结束了 咱们在国外考试当中 大概有这样几个 跟着过一过 第一个break break 记住跟break 同源这个叫做断崖的边缘 第二个frange infrange 边缘进入边缘 进入边缘这个叫做侵犯 一个是边缘 一个是侵犯 rm是边缘 前面下壁是不变 鬼在前边真恐怖 竖子前面是修解 trim tree 下面verge这个词 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边缘 第二个叫做濒临 什么边缘 好了 那么这个词就到这里结束了 第二个词呢叫做bouch b-u-l-g bouch叫什么呢 叫做突出膨胀 或者叫做突出的部分都行 突出膨胀的意思 会要塞满都可以 这样几个 突出膨胀 会要塞满 那么名词和动词都是它 那么如果说叫凹陷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哪个词来做呢 用这个词 叫做depressed 因为这个depressed 咱们在当年一直学的 都是两个意思 比较主流的意思 一个叫经济萧条的 第二个表示的人心情沮丧的 对不对 但不要忘记depressed 也表示凹陷的这个意思 也有 press叫压嘛 往哪压 往下压 压下去的感觉 也是凹下去了 叫depressed region 是不是凹陷的地方 凹陷的区域 一个是突起的部分 一个是凹陷的部分 这两个你可以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bouch这个词 为什么叫做突出 突起的感觉 鼓起来的感觉 它是来自于谁呢 不 公牛这个词 是吧 来自于牛这个词 不这个词 b-u和b-u-l-l 表示的意思是aux 所以你看看 咱们经常会是这人很牛 什么叫这人很牛 就表现很膨胀 往外的感觉 你看那个牛角也是一样 凸起向外鼓出来的感觉 这个叫做bouch bouch是来自公牛 就是公牛突出凸起 那么这里边有这样几个派生词 这个词跟下面 第一个叫bugle 第二个词 叫做bullish 第三个叫做bully bully 最后一个叫做 bucolic 形容词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名词 好 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你看看它都是跟牛有一些关系 牛有一种向外鼓起突起的感觉 第二个叫bugle 对这个词 这俩不一样 就差一笔 现在这字母顺其到一个位置 一个是bully 第二个叫bugle bugle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冲锋号 军号的意思 冲锋号军号 为什么叫冲锋号军号呢 因为你看像以前咱们吹那个号 没有金属 没有铜座 那个时候 它都用什么做 一个是牛 第二个加一个谁 angle 牛角 用牛角做 这样去记 bull angle 压缩到一起 变成了bugle 叫做军号冲锋号 读一读 bugle bouch 凸起向前冲的感觉 鼓起的感觉 所以这个叫冲锋号 下一个词叫做bullish bullish这个词呢 ISH呢 咱们第一个可以给大家讲过 我说叫做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具有什么什么的性质特点 咱们讲过娘娘腔的叫做womanish 对不对 女人很男性化的叫manish 那这叫具有什么的性质 是不是具有牛一样的性质的感觉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行情看涨的 牛市的都行 行情看涨的 股票嘛 行情看涨的 咱们说aboo market bullish 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还可以翻唱到 自信乐观的 confident and optimistic confident and optimistic 第一个叫行情看涨的 第二个意思叫自信乐观的 叫做bullish 像牛一样 那你看如果再给大家再造一个词 你看你觉得这个词应该怎么翻 叫mulish mulish前面应该是哪个词 mul应该可能是哪个词 mul大家学过吗 驴这个词 有见过吗 没见过 你看咱们找一个下载工具 叫做emul 这知道吧 电驴吧 对不对 这叫具有驴的性质 像驴一样的 咱们说这人可驴了 什么叫这人像驴一样的性质 驴什么特点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这个倔强 就是stubborn 对不对 叫stubborn mulish 那如果说熊式的 像熊式的bearish 牛式的行情看长的 乐观的 这边这个词 下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词 叫做bully b-u-l-l-y bully bully这个单词 表示什么意思呢 作为名词和动词 注意这个词 两个词性 作为动词来讲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 表示欺负 吓唬的意思 欺负恐吓 咱们这人很牛 咱们这人很牛掰的感觉 因为总是欺负别人 一个很牛的人 你会发现他不低调的时候 很牛了 这人太牛掰了最近 是吧 总欺负别人 这是来自欺负恐吓的意思 一大欺巧 你看你被你的师哥师姐欺负的时候 这个叫做bully 那如果作为名词来讲的时候 就翻译成叫被欺负的人 叫做仗势欺人的人 就他欺负别人 很牛的这个人 他去欺负别人的人 这个叫做bully 他的反义词被欺负的人是谁呢 你看如果你是一个学弟 你就这个人 叫underdog 叫做被欺负的人 受压迫者 这俩是一对反义的 一个是很牛 很牛掰的人 这样的人呢 叫做很牛的人 叫做欺负 或者叫做仗势欺人者 那么下面这个单词呢 underdog 就是在下面像狗一样 叫做什么呢 叫做被欺负的人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被师哥师姐欺负 这样我们当时就是受压迫者 叫underdog underdog 但这个underdog只有名词的词形 这个是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注意啊 那这两个人怎么去记呢 你可以从cow去记 你把这两个牛放到一块 你看cow咱们知道叫做母牛吗 奶牛 但是cow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叫做恐吓的意思 你看两个牛都是吓唬的感觉 你看这是恐吓 母牛是恐吓 公牛是欺负 欺负和恐吓 吓唬差不太多 意思可以作为一个禁忆 所以记住两头牛 都是有欺负的感觉 叫做cow和bully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bucolic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注意在第二年解 bucolic 这个词呢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第一部分是牛 第二部分呢读bucolic 第二部分把它讲到谁 牛在干嘛呢 靠点什么 这不叫叫啊 ic呢是形容词后缀 每天都能听到牛叫的 这叫什么呢 叫田园的牧场的 田园的牧场的 叫做bucolic 那它其实就等于哪个词 就等于我们说 叫乡村的哪个词 rural rural 那么我们它的反译词呢 叫城市的怎么说 反译词叫城市的 叫做urban urban 所以这两个词 放到一块读一读 bucolic 牛在叫的 乡村的田园的 乡村的田园的bucolic 第二个bully 两头牛都是欺负 欺负别人 一个母牛是恐吓 公牛这是欺负 bully是像牛一样的 牛市的行情看长的 行情看长 自信乐观的 然后这边叫做bugle bugle是bull angle 牛脚 什么牛的脚 做成什么 冲锋号 最后一个bush 牛是鼓起来的 叫做突出 叫做膨胀的意思 depressed 叫做凹险的 凹险的 好了 那么这个词 到底也是一样 不多说了 结束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B字母的 最后一个词了 B字母最后一次 这个词叫做bumble bumble这个词呢 有两层含义 你看第一个叫做 捉脸的坐 笨手笨脚的坐 就是我们所谓的 搞砸这种感觉 搞砸的意思 那么to do or to act awkwardly and clumsily 能力这种感觉 笨拙的 拙脸的坐 第二口词叫做 含糊的说 bumble 那么名词来讲 表什么叫大错误 会叫做愚蠢的错误 stupid mistake 大家回到家里 闻到一股煤气味 马上点了一只眼 这叫做愚蠢的错误 是吧 叫做bumble 这个词本身是一个 单一节词汇 一个原因 不太好背 那么我们把这个 在国外考场中 考过这些词都给大家传出来 放到一块的记忆记 你看这第一个叫bumble 第二个humble 第三个fumble 下一个mumble 下边jumble 下边tumble 下边stumble 好了 把这些词大概差不多 就应该是这些词 大家可以读一读 后面都是humble系列 第一个叫做bumble 第二个humble fumble mamble jumble tumble stumble crumble grumble 放到一块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叫做humble 我先把说成这个词解释 这个词你怎么去记它呢 这些词你肯定得通过谁去记 它们前面去区分 你要整个单记单单记单 那就容易混了 你都是humble 所以读音听起来也比较像 出现的时候容易记串 所以就通过它开头的字母去记 开头的部分去记就可以了 这为什么要在桌里的座位叫搞砸 比如说女生第一次给你男朋友做饭 你把这个饭给闷糊了 做糊了 你说恐怕我把这个午餐搞砸了 I'm afraid I've bumbleed lunch bumbleed something bumble it bumble something 这就通过炸弹去记 炸毁 炸弹搞砸 炸弹搞砸 第二个呢叫什么呢 叫做humble 做人要干嘛呢 谦卑的 卑微的 作为动词就是 谦卑是卑微 说我今天卑微的站在这儿 I am humbly standing here 对不对 我卑微的站在这里 跟你去谈话 做这样一个对话 这个叫做humble 做人要谦卑 通过human去记 做人要谦卑 做人要卑微 下一个词叫fumble fumble这是一个动词 这次for 这是一个不及无动词 我说个句子 大家感觉一下 说个句子 大家感觉一下 说the old lady fumbled in her handbag for the kiss 能感受出来吗 大概猜一猜 放到什么意思 说the old lady fumbled in her handbag for the kiss 这老太太在手提包里干嘛呢 fumble for the kiss 叫做翻裙 翻找摸索的意思 翻须摸索的意思 它像是这种 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这种摸 比如说你一进屋 你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你就是摸这个 电灯的开关 叫fumble for the switch fumble for something fumble这个词 通过谁去记呢 就是通过 寻找 find 寻找是摸索 find 把f想到find fumble 寻找是摸索 下一个词 通过妈妈去记 这也是动词 这叫什么呢 叫做 喃喃而语 私下抱怨 通过妈妈去记 你想想你妈总是在背后说 昨天又关我要钱了 去干嘛去了 还不敢跟你说 怕你生气 总是在私下 把妈妈私下抱怨 头头流泪 下一个词叫做jumbo jumbo这个单词呢 名词也是动词 这个通过谁去记 通过前面 把它想成交通阻塞这个词 traffic jam jumbo jumbo 阻塞造成了什么呢 名词叫做混乱 一团乱 jumbo 那么如果作为动词 就表示混合 混合的意思 mix 名词是混乱 动词是混合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tumble tumble这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 和stumble 这俩放到一块 就简单 你俩就差一个s 这俩的也是意思 比较接近 你看看 stumble表什么意思呢 st 刚才我说 跟战力有关 你看 这叫什么呢 叫做量呛的意思 被半了一下 我们生活当中 走路的时候 你看 这样的一个动作 被半了一下 叫做stumble stumble over 叫做被半了一下 叫做半 半倒 半了一下 量呛都可以 走路的时候 walk and steadily 而上面这个单词呢 tumble呢 正好是相反 正好是瞬接下去的一个动作 咱们说叫tumble down 叫做跌倒 记住啊 站不稳 站这个是站不稳 叫亮枪 而上面这个是彻底站不稳 叫做跌倒 所以叫stumble tumble 一个亮枪 一个跌倒 这俩放到一块一起 站不稳叫做亮枪 上面这个叫做跌倒 叫做tumble stumble 下一个叫做crumble crumble这个单词呢 动词 然后一挡住的话 它是来自前半部分 就是crum 我们来看 它来自crum crum这个单词 注意必没有发音 读成crum crum叫做面包蟹 我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你看你要炸鸡的时候 炸一些什么鸡腿啊 鸡翅的时候 上面裹一些面包扎 面包蟹 这个crum 那么加了re变成动词了 叫什么呢 你看面包蟹嘛 碎界有关 这叫做粉碎的意思 粉碎 叫crumble crumble粉碎 崩溃都行 粉碎崩溃 下一个单词叫做grumble grumble grumble这个单词呢 同样是一个动词 这里面又一次出现了个字幕组合 这个字幕组合 我后面再给大家展开讲 大家记住一点 gru开头的单词 gru开头的词 一般多是跟心情不爽有关 心情郁闷有关 心情郁闷有一些关系 都是跟心情郁闷 心情不爽有关 所以这个单词就发现什么 就是心情不太爽 叫做grumble 叫做抱怨的意思 叫做抱怨郁闷 很郁闷抱怨的意思 叫做抱怨grumble 你可以把它加上烤gre 要去读研究生的时候 背gre的东西背的更多 很郁闷 抱怨 好了 把这词给大家穿一遍 穿一遍 看看在当堂能记住多少 第一词 brumble 炸弹搞砸 做人要谦卑 humble 谦卑的 寻找是摸索 寻找是摸索 fumble find find fumble 寻找摸索 妈妈喃喃而语 阻塞造成混乱 阻塞造成混乱 记住我说的话 jamble 想一想 然后站不稳是亮枪 stumble亮枪 tumble down tumble是跌倒 crumb叫面包蟹 所以变成了一堆碎蟹 最后一个叫做grumble gru 心情不爽是抱怨 叫做抱怨的意思 好了 那么这词作为一组型定词 到这里就结束 那么最后补充一个同意词 同意词呢 我写在下面了 叫做 这本名考上也是考过他 叫bungle b-u-n-g-l-e bungle 读一读 你看那是bumble 这是bungle bungle bungle一表什么意思呢 也叫做搞砸的意思 也叫搞砸的意思 bumble it I'm afraid I'll bumble it 把它给搞砸了 没弄好 也叫做桌裂的做 笨手笨脚的做他俩是同意的 这个词呢不太好记 因为它也是个单音节词汇 你可以通过谁去记呢 你可以通过习音去想一想 你看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这个没做好 男生你没做好 你女朋友就骂你 说你怎么样 谦泽你说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 你一个什么呢 叫做bungle 叫什么 笨狗 不通过习音去想 一个笨狗 笨狗 笨狗 叫做也是笨手笨脚的做 桌里的做 笨狗 它在反译词呢顺利的完成 顺利的做完叫brain off 词组啊 大家知道一下 这词组要知道 因为这词组你要没这样的话 你要大家想到off off 可能会想到往不好的方面猜了 但其实这个词表示的是 顺利的完成 顺利的做完 顺利的完成 一个是笨手笨脚的做 一个是顺利的完成 叫brain off brain off 所以两个笨手笨脚的做 一个是翻译顺利完成 好了 那么这个词就结束了